各位朋友歡迎收看台長小章 我們投資一起變成人 我是廷豪 歡迎蕭老師回到我們現場 各位朋友大家好 蕭老師 我們最近你才拿給我 觀眾朋友問你的一個訊息 觀眾朋友現在最在乎的一個訊息是 台股就在万一上面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纏斗当中 市场上投资者 现在一直在询问萧老师 萧老师的Line 8都挤爆了 到底要上还是下 萧老师怎么看 整体上还是一样 我原来做技术分析的一些教学 我的看法就在于 我们如何把一个很复杂的 我们尽可能把它简单化 目前其实不只是台股 包括全球金融市场 我们英文叫Dogfight 叫做小狗在缠斗 在缠斗 在决战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先看下一张图表 各位请看 这个说明是这样子 它说Dogfight 就是好像狗狗 其实这次在二次大战 盟军对决 就是英军跟美国盟军 战斗机跟德军做缠斗 我们叫Dogfight 就是狗咬狗 整体上它的看法就是说 金融市场长期以来 好各位请看 我给它 把市场给它一条红色的 这一条叫200MA 200MA呢 年线了啦 就年线 就说其实长期以来 金融市场 它只要来到这一条年线 大家会讲说这里是个压力 或者是说它是个支撑 先暂且不这么看 它的讲法就是 任何商品 不管是由上往下 回底这个年线 甚至于是向上攻坚 这条年线 它会进行缠斗 反正碰到这条线 你就很难看得清楚 未来怎么走 然后它有意思就在于 你说它是个压力线 取利这是个压力线 它又不照着规矩来 对 它有时候就上去了 对对 那就上去了 然后上去又掉下来了 这是最讨厌的 很多朋友说 那这样子怎么看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就举40台北股市过去 当作真实犯反 而且尤其现在台北股市 也差不多在年线上上下 也是停在这里 所以今天阶级特别重要 对年线都大概大约落在11000点 我们用整处来做观察 所以我们来看 过去 这是过去以来 一直到目前为止 上图那个K线图 是加权股价指数的日 K线图 我们给它一样 我们一样画葫芦 那依照国际股市 就给它一条200年线 我们把过去以来当台股 它有没有缠斗 有 我们看 1234 现在在5 这频率其实以年来看蛮高的 对 反正来到这里就是要缠斗 那在缠斗的过程 其实我今天利用这个时间 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我们想尽办法 把它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来面对 我举例 各位请看那个1跟2 对不对 那一条叫200MA 可是1的位置很有意思 它是由下往上 对 来缠斗这条年线 碰到就下来了 对 那2更有意思 刚好相反 2是由上向下 而且还跌破 还跌破 很难看得清楚 到底是支撑还是压力 当它跌破 你觉得说我做空的机会来 结果那往上几掌 所以你说那到底该怎么办 就不要看了是不是 不行啊 这么麻烦对不对 不是因为年线我们一般来讲 像这种重要的平均线 市场它会有一个共识的力量 就是说浩浩你再看200MA 那我本来没有看的 对 可是我的朋友都在看 那我也跟着看一下 过去一年的投资成本就摆在那边 对 你都知道对方的成本是多少了 所以因为大家都会去看 所以这个位置自然而然无形中 它就会产生一道力量 虽然不是真的很强 感觉不是很准的 可是它一定会有一道力量存在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用真实的力量 什么叫真实的力量 所谓的真实的力量 就是市场真实每一笔交易的过程 这叫真实 我们今天在看平均线 这种是过去特定时间的平均交易价 对不对 那个是共识 那不是真实的力量 真正真实的力量 我们举例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好了 来 各位请看 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 一样给它一条MA200 对 那底下是不是真实的交易量 其实常常跌破年线 对 那是真实的交易量 然后我们怎么看呢 只看最大那一根 什么叫最大那一根 我就把交易量最大的 肖老师那一根 肖老师讲的那一根 三根 对 我们现在直接讲三根 对 为什么是三根 为什么不讲六根 因为这段期间 最大的前三名就一二三 对 如果是前六根 我们就看六根 好不好 可是我们就把每一根 都把它标示出来 并且它的交易量 跟各位做个说明 分别是最左侧 最左侧是在2019年的5月 刚好一年前 那个时候最大交易量 在1696亿 也就是说在没有1696亿之前 这是最大量 好 那我们来看 一直到5月下旬 是不是1526亿 对 好 请问你就刚看这个数字就好 阿拉伯数字 把复杂变简单 请问1526亿这一根次大量 接下来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是不是往上走 对 一路往上 走到100 大概在接近11000点 对不对 对 请问有过前波高点吗 没有 那为什么没过 因为量没有比它大 对 对 你讲对了 1696如果是要A 1526叫B 因为B没有大于1696 我们再往下看 看右侧 这个叫C C叫1584 所以1584代表怎么样 它大于1526 可是还是小于1696 对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就一比一比来看 我们先看最左侧 1696亿 也就是说 加权指数只要看当天就好 你只要看一天 看哪一天 1696亿 最大那一根 最大那一根 那个时候才1696 它只要守不住当天这个收盘价 那就一路下来了 你就要保守 我们也不要讲 就是说你应该要保守 你要买股票就要暂缓 对 不急 你就慢慢来 不要急 相对的 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翻为多方 也就是当它出现次大交易量 这个交易量在1526亿 就代表说它再烂都会有一个反弹 对 我们讲过金融市场一个叫反弹一个叫回升 那它再烂都会有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看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它会不会跌破这个点 那还不简单 我是把这一根的收盘价当作我的底线 它只要跌破这个点 那我就要保守 我进场的我就要减码 那只要不破 我是不是就乐观 对 往上走 再有一点复杂 我们来看到迈入 2019年准备迈入 8月份 从高点几跌并且是跳空长黑 这一天的交易量大于1526亿 爆出第三大量 失手了 对1584对不对 那失手并且有贯穿200MA 对 然后贯穿又回来 那回来是不是有做了一次两次的挑战 对 我一样我们讲过 其实你不用那么就把它简单化 你就要把当天 当天的收盘价 股票就是看股价 指数就看指数 就都只看收盘 你不用在意最高最低 只要看当天的收盘最大量的一个收盘 那在1059 那各位你请看 突破那一天之后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又做一个回撤 它就上去了 那我们再看2019 我们再看今年 我们把今年上半年 整个抓出来 最大量这里就没三根了 因为最大只有两根 对 突然今年之后 整体交易量都往向冲了不少 对尤其是特别是近期 对 不管是各大电子媒体上面 大家一定会讲万一 对 一万一千点 那之前是不是挑战了三次 那你与其猜测 我认为这个一万一绝对攻不上 对不对 那这个一万一呢肯定会往上突破 不要拆 我们讲过 拆没有用 拆了也不敢做 做了也不记得人会赢得到 那你要用算的 那你怎么算呢 好我们来看 把最大那一根 那一根呢 在3028亿 对 当天的收盘指数 叫10128 好再来 我们往前看 次大量 发生在2758亿 对 当天的收盘指数在 你股价也可以这么看 不是只有看指数 股价一样 一模一样的评估方式 是不是在11421 对 所以MA200 其实对它来讲不重要 我老师 小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么久 来判别目前市场的多空 完全没有讨论到年限 因为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 不是 因为没有 我们在讲都是实质的操作面 对 不是讲一些技术分析 因为你碰到年限就纠缠 那你看年限要怎么看 对 它就纏斗嘛 对 那你在纏斗 那你就是变成赌嘛 对 我赌这个小黄 这条小黄 看起来熊悠悠悠悠 最惨的是 你一开始看对了 结果它又回来了 对 那你又造成原本对的 就变成错了 所以我们就面对事实 那只要把最大那一根抓出来 所以你一看 台股的区间在哪里 不是11000 是11421 对 也就是它的次大量 叫27,885 27,58亿 以及3028亿 就这两个区间 你把框架框出来 多方躲在10128 那空方真正隐藏的压力 不是万一 是11421 对 那所以未来如果想要突破 这个万一关卡 或者说我们讲更具体 叫11421 基本上就是要比3028亿 更大的量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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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278亿就可以了 更大的量就危险了 真的吗 对对 现在都不能有3000亿的量 它只要出现3000亿的量 都是反转讯号 那我要怎么上去啊 它这样子就会上去 慢慢就上去 对不对 不能爆量 你再来一次3000亿是跌 不是涨 以前很多分析师会教你 那我觉得我每一次都是失败 不是 我看了25年了 这25年来 标准的量价说法就是 它要补量啊 对不对 各位你静静看这张图 那叫欧白公你知道吗 因为没什么量 不是不是 各位请看 你再静静看它 底下是焦样 对不对 对 最低点是不是8523 从12197跌到8523 对 从8523公到现在11000 请问你 8523这个反转上来 一直到不管你哪一天 看我们这个YouTube的节目 从来没有爆大量 有爆过大于3028吗 完全没有 对不对 你说要补量 这个叫价量背离 一背离也背离超过2000点了吧 蕭老师其实是 完整的把价量背离给打脸了 不是打脸 反而是为什么每个人 我们讲存疑求证 不是书上讲的就对 那这怎么对 你解释给我听 不需要量 它也可以慢慢上去 不对 因为那个叫锁定量 那个叫筹码被锁定了 它是个锁定 你这个补量就是要跌 它只要一补量 各位提访 它只要一补量 就是一个反转准备要跌 所以在没有出现另外一次的3000亿的大量之前 我的看法是OK的 好 感谢萧老师今天的传道作业解惑 萧老师其实每次都是给我们醍醐灌顶 跟我讲一个主题 结果结尾发现跟这个主题没什么关系 今天我问那个执行制作 我们今天聊什么 今天聊那个年限 200N 对对对 结果也没办到 结果主题不是人限 看最大那一根 好不好 提供给各位 那观众朋友如果喜欢萧老师的一个讲解的话 也可以欢迎加入萧老师Telegram 还有Line at 萧老师随时都会为大家来做关注 有任何的问题在当中留言 萧老师可能下一集的主题 就是你提出的问题 那观众朋友节目到这边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集再见了 感谢萧老师感谢各位 谢谢 感谢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